祷告第五十一天 人际关系 亲爱的天父 我为孩子有健康的人际关系祝福 求神赐福他有宽广的心 乐意跟不同的人融洽的相处 他将学会看见彼此的不同 也懂得尊重彼此的差异 我祝福他不会因为没有信心而盲从他人 他也不需要高举自己而标新利益 我祝福他不会为了得到夸奖而哗众取宠 求神赐福他在集体中看自己呵护忠道 乐意看别人比自己强而不自卑 乐意成全别人而不自怜 乐意给予不求回报 以服侍上帝的心服侍别人 我为他在集体生活中会遇到摩擦来感恩 我为他会遇见令人伤心难过甚至被骗的人际关系来感恩 因为你的话说铁磨铁磨出刃来 各种不同的人际经验都是对他有益的 都是为了帮助他在集体中过健康的生活 我要为他对人际关系有正确的看法来祝福 求主让他摒弃黑白通斥的错误观念 不崇拜那些靠圆滑而得利的人 不屈言覆试 不巧言吝啬 不奉承恶意 不做墙头草 求主让他远离偏激的人 不激怒暴力的人 不与人无谓争辩 不因小事与人冲突 也不因行义过分惹祸上身 因你的话说 连恶人也是为祸患的日子预备的 求主带领他进入人群 满有爱心却不自怨自怜 胸怀热情却不愤世激俗 如同船在海上却不被吞没 愿主赐福他在健康的人际关系中 示向美好的未来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